然后就经过医生的讲解 讲解给我听了 然后她说这个感染病是很严重的 它会感应化 然后就变成天色就死了 这样子 然后第一批药医生给我 是和打针的 药原刺跟打针的 然后是没有治疗这个药 五个月 医生在抽血测试了 说我对我这个身体没有效果 她说我的病毒还有存在 在我体内 我就想要孩子 就问医生说可不可以要孩子 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 可以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怕孩子出事 等下不知道的嘛对吗 因为你吃着药嘛 然后她说可以要孩子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怕等下如果孩子出事了 孩子有问题你怎么办 但是我老婆就说要 我不能再等了嘛 因为我老婆年纪也 那时候也四十出了嘛 对吗 她跟我同年嘛 只是医生跟我讲说 就是等新的要进来罢了啦 外国的新要进来马来西亚才 但是啊那时候就等 只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 十年十一年十二十二年也来了啦 十一年多了啦 最近五十了嘛 四十九岁多了 开始吃第二批新药的时候啊 吃三个月 三个月但是好好消息 来说我的肝病好了 我的肝的肝炎啊已经降到零了 没有了 听到这个好消息 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要孩子嘛 医生就劝劝我们说 哇你老婆这么大年纪了 超零了啦产妇对吗 说又是第一胎嘛 没有生过孩子嘛 我老婆第一胎嘛 她说有风险啦 风险很大啦 她说对啦也是我最大的喜愿望啦 这个愿望喜望嘛 然后不能有孩子